一本NAS可否代替Google Drive做備份 分享檔案和處理文件呢? 今天一齊來看看吧 這部份是由Eternal 永恆聖約贊助的 Eternal 永恆聖約由日本超豪華製作陣容打造 人物由Final Fantasy 御用畫師 天野喜效負責設計 由日本遊戲開發商 SOBIMO 開發 再加上日本得準音樂團隊Monica 擔當配樂 千萬不要錯過這隻日本最強的MMORPG 永恆定義由你改寫 快點去影片資訊中的連結 事前預約 迎取遊戲獎賞 iOS 和Android 都玩得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dia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Google Photos 將會在今年6月1日開始 取消免費的無限儲存容量 一向可以免費無限上傳的壓縮影片和相片 還有電郵都會被包括在Google Drive免費用量的15GB 只有15GB對於我和很多人 當然是絕對不夠用 其實我在我的個人帳戶上 一早已經付一年150元買100GB的空間 反正都要付錢 其實有沒有什麼設備 例如NAS那樣 是可以代替到Google Drive的功能呢? 今天就會從價錢 檔案備份和分享 處理文書功能 和在安全性上 和大家做一個詳細的比較 雖然今次用到的NAS和硬碟 都是由Synology和漢科電腦提供給我的 但他們就沒有指定要求我說什麼要點 在這條影片中所說的 都是我自己的體驗和idea 所以就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做自己的決定 今次就用了Synology、Distation、DS920PLUS 和兩隻Western Digital企業級的 UltraStar DC HC3104TV的硬碟去做這次這條影片 DS920PLUS也算是一隻中高階的家用NAS 有4個硬碟插槽 配上4核心Intel Celeron J4125的處理器 有4GB RAM 可以自己加4GB達到8GB之外 還支援兩條M.2 NVMe SSD去做快取加速 配搭DX517擴充裝置 可以最多擴充到9隻硬碟 而WD UltraStar DC HC3104TV 就是Western Digital Data Center專用的硬碟 現在以價錢來說都算是幾划算的 UltraStar的硬碟當然是設計給Data Center 和NAS24x7的運作使用 這隻HC310就是用了CMR技術 和有200小時的平均失效時間 如果你買我這個組合 總共就是要6125元 用來做SHO的話就可以有4TB可用空間 還有兩槽空間可以擴充 還有這部NAS可以多人同時使用 接著我們就看看Google One的收費 Google One現在列明的收費 最便宜由150元一年100GB 去到最貴一個月1199元有30TB 最接近4TB的選項就只有這個2TB 每年就要799元 以UltraStar的硬碟保用5年來計算 5年之後的總花費就是3995元 最多包括自己有6個人可以使用這個空間 看起來好像Google One是比較便宜的 但就要留意差不多4000元 其實你只有一半的容量而已 如果要再高級10TB的話 就要一個月399元 一年就要4788元 相信很多男士都需要大容量 去儲存一些實用資料 但的確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那麼多容量 雖然我自己就不建議你放棄擴充性 但如果你買回基本兩杯 例如DS220PLUS 加兩隻WD UltraStar 2TB的硬碟 走回一個SHR的話 其實都只需要4104元而已 值得留意的就是這裡2TB一隻要717元 而4TB一隻都只是7888元而已 所以4TB的NAS專用硬碟 其實是比2TB的划算好多的 在剛剛這個比較裡面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你需求只有2TB或以下的話 且一部NAS和Google One的價錢 其實是不相百中的 因為NAS的主體本身已經有一個固定的價錢 所以總共都可能會比Google One貴一點 但當你需要的容量越來越大的話 就顯得且一部NAS在長遠來說比Google One便宜很多 而且用到4B以上的NAS就有更好的擴充性 如果你要增加容量 只需要增加硬碟 就不用再買那部貴的NAS主體 在成本上其實是低一點的 當然價錢就不代表一切 如果NAS的功能是代替不了Google Drive的話 其實都沒什麼意思的 我自己用Google Drive主要是用來做雲端備份 讓我隨時在電腦和手機都可以傳取到NAS上面的資料 分享一下相片、影片 還有日常工作上可能需要和同學或者工作夥伴 分享一些檔案去一起修改文件 所以今天我也會特別針對這些功能去做解釋和比較 用Synology的NAS就可以用Synology Drive做你的雲端儲存空間 在實際使用上我覺得Synology Drive和Google Drive的使用體驗 是非常相似的 我們就先看看Synology Drive 無論在iOS、Android、電腦上都可以用到的 因為這次不是安裝教學 我就跳過一些安裝硬碟、安裝NAS的過程步驟 在RAID方面我就選擇了Synology Hybrid RAID 就有4TB可用空間和4TB資料保護空間 如果你不清楚什麼是RAID的話 就可以看回我這條影片 又或者去Synology的RAID計算器網頁 去簡單容易選擇最適合你的RAID形態 如果你都不知道應該怎樣選擇的話 最直接就是選XHR 它就會為你配置可用空間和保護空間一個最佳化的方式 安裝好DSM和設定好RAID之後 就可以在套件中心下載Synology Drive 只要把它安裝好就可以使用Synology Drive這個工具 在左上角的選單就可以開啟Synology Drive 一進去右下方就會叫你安裝Synology Drive的應用程式 下載電腦版 跟著指示安裝之後 你就可以選取同步任務又或者備份任務 這裡其實任意選也可以 因為之後仍然可以在Drive裡面設定電腦備份 安裝好套件之後 就可以在電腦的File Explorer裡面 找到Synology Drive專屬的頁面 在你放進去的檔案右邊會有一個Status Tick好就代表檔案同時保管在電腦和NAS裡面 如果你想清出電腦空間只存在NAS裡面的話 就右鍵然後選擇Synology Drive Free Up Space就可以了 下次在電腦讀取的話就會自動由NAS再下載下來 回到Synology Drive的頁面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跟Google Drive的介面是十分相似的 所以我相信用慣了Google Drive的用家 要轉去使用Synology Drive其實不太困難 一樣有我的檔案 與我共享 與他人共享 垃圾桶等等 Synology Drive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可以新增標籤然後拖到檔案上 就可以加上特別的標籤 因為在Synology Drive儲存了的資料 其實是跟你的電腦同一個網絡在NAS裡面 所以在同一個Create網絡上下載的速度 一定會比在互聯網上載在Google Drive的資料快得多 我將一條2.76GB的4K應變素材 經由Wi-Fi上傳到Synology Drive和Google Drive上 上傳和Process這個檔案的時間 在Synology Drive上使用了1分16秒 平均37.2Mbps 而上傳到Google Drive用了4分19秒的時間 差不多3倍的時間 平均10.9Mbps 在Create網絡外面連接Synology Drive 可以使用QuickConnect ID 又或者用DDNS直接連接 使用QuickConnect ID會慢一點 但十分之方便 因為你只需要記住一個自己設定的QuickConnect ID 就可以連接到檔案上 但是用DDNS就可以有更快的速度 要做的其實都只是在DSM控制台上 設置DDNS和設置路由器 為了無意在街上使用的情況 我就測試了在手機電話上 用5G經由互聯網 下載分別存在Synology Drive和Google Drive上 相同的2.76G的檔案 使用DDNS的外載位置 在iOS的Synology Drive 登入後 用Synology Drive下載同一個檔案 就用了3分25秒 平均14.8Mbps 用QuickConnect ID就用了4分08秒 都不是比DDNS慢很多 另一方面 用Google Drive下載就用了4分53秒 平均9.65Mbps 是三者裡面最慢的一個 而且這裡最大的限制是5G的網速 如果在另外一個都是1000Mbps的網絡上 下載相同的檔案的話 Synology Drive和Google Drive的 下載速度的距離都會更大 這樣的速度加上現在5G都開始普及 用到Synology Drive在街上 要隨時傳取或者備份一些大型檔案 都不會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分享檔案 在Synology Drive裡面和Google Drive相似 都可以用連結把檔案分享給其他人 一樣可以設定不同的私隱設定 例如公開給所有有這條連結的人去編輯 Synology Drive更加比Google Drive 多了進階的保護連結 可以設定密碼保護和有過期日 對於資料就有更多一層的保護 對方收到連結之後就可以直接下載 這裡其實和Google Drive的使用都沒有大分別 只需要和對方解釋一下怎樣用就行了 剛剛也說了簡易分享檔案的功能 另一個工作常用到的功能就是編輯文件 在Synology Drive裡面內建了Synology Office 一樣有文件、計算表、簡報 在介面和使用上其實和Google Doc Google Sheet、Google Slide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開啟文件和編輯都是非常順暢 就像這裡我上傳了一個之前在Microsoft Excel製作的Excel檔 轉換做Synology的計算表之後也可以馬上繼續工作 要製作圖表和Google Sheet或Excel都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輸出的檔案也和Google Office是相容的 所以我會說用Synology Drive去處理文書工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當你分享了連結給你的朋友或工作夥伴之後 他們可以直接使用這個連結去進入Synology Office裡面編輯文件 使用上也非常順暢,所有更改你都可以即時看得到 所以在文書上,其實我認為Synology Drive是絕對有能力取代Google Drive的 最後就是想比較一下Synology Drive和Google Drive的資料安全性 因為大家都不難理解到用NAS做私有的雲端 資料儲存在自己家裡的NAS上面的時候 就一定會比起全體公用雲端,例如Google Drive上面安全 當然前提就是你不會將NAS的帳戶設做admin 不然Hacker就可以很容易暴力破解你的NAS 還有資料分享上Synology Drive的加密也比Google Drive好 還有用家也可以使用Synology提供的Security Advisor安全資訊中心去提高安全性 不過你要注意,你用一部在家的Synology Drive做備份 畢竟它不是一個遠端的備份 所以如果有什麼天災人話或者你家裡發生什麼意外 那資料就沒有了 還有,用NAS所有的維護都要自理 有比於Google Drive你就不需要擔心設置硬件和維護 所以就算有了RAID這個資料保護 其實最好的習慣都是善用Snapshot 還有有多一個異地的備份 例如一份版家,一份版公司就更好 另外Synology也提供了軟件 給用家使用本地、USB或者遠端方式去做自動備份 例如Hyper Backup的功能 所以用NAS去做私有雲端 可不可以取代Google Drive呢? 這次就盡量和大家比較了雙方的一些功能 雖然沒有辦法全部比較了 而且也有其他公用雲端的服務 例如Dropbox等等 但總括來說以功能、上下載速度和價錢來說 NAS其實絕對有能力取代日常使用的雲端服務 不過其中的挑戰呢 就可能包括有第一 需要一次過付更多的金錢 第二就是在分享檔案上 如果對方不清楚什麼Synology Drive的話 就可能需要更多的解釋 畢竟Synology Drive都不算好普及 最後不得不提就是上手的容易程度 因為不可以否認要從頭開始設置一部NAS 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 都比起單單在Google開過帳戶 去用Google One是估得多的 這個是必然的了 但現在不論在Synology的官網上 又或者YouTube上 都有不少非常實用的Synology NAS設置教學 跟著做其實就一點都不難 我自己不算是一個NAS的專家 都可以在半個小時內 由安裝硬碟去到設置好這部NAS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放心 跳入這個NAS的世界 先由基礎功能開始用起 然後再慢慢探索一些進階的功能 因為今次介紹和比較到的功能 其實只是Synology NAS的一小部分 實際上NAS還有比Google Drive更多更不同的功能 等著我們去用的 如果對今次使用的Synology D-Station DS920 Plus又或者其他型號 又或者是WD UltraStar DC的硬碟 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影片資訊的連結 還有特別明謝腦控和Fiktor 在這條影片提供了很有用的技術支援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覺得這條影片有用的話 就請你CLSS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之後出的影片了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和我MeWe專頁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